在20万左右的价格能做到0.3.7秒的加速 发现整个车是可能就只有我身边的这台GQX了 我们这期视频带您来精彩体验一下这台小车 这台不到4米5的紧凑型小车 它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我觉得在车身设计上这台车有体现出了GQX 一种很独特的工匠精神 首先外观来看我们先看一个特点 它的车门是完全没有把手 连隐藏式的把手都没有 光秃秃的一块 它的开启方式是在上方 这里有个按键 点击的话打开 再点击的话关闭 而后门点击的话打开 但是需要手动来关闭 这是一个特色 我觉得它电动门的设计 炫目是炫目 好看是好看 也够新奇 确实不是很安全 你出了事故的时候 你连别人想破窗救你 门都打不开 找不到抓手 这个还是很麻烦的 第二个特点就是要进到车内来看 这些小车也体现了它简约不简单的设计领点 在一些细节的地方体现出了一些很高的品质感 比如在这些细节的地方用了这种溜金的工艺 包括在这眼睛盒 超过这个车门的开启按键 都是这种溜金的 车窗的开启按键 另外呢 它是一个四座的设计 四座版本是不需要单独加钱 但是这个车门的电动门是要加8000块钱的 中间这个台子啊 它也是可以前后的移动的 而且是电动 滑动 此外呢 四座版本这块平 它也是可以左右滑动的 滑 挺好玩的 摸了半天 没有摸到按键 结果就是在屏幕上 现在这些汽车工程师 我觉得真有点丧心病狂了 你看滑到副驾之后 它会自动的进入到娱乐界面 来到后排呢 第一个 它在这个位置 给你放了一个公交出门口 直接吹你的腿 头顶呢 没有出门口 这个设计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第二呢 你看它这后排的挂钩 也就是溜金的东西 细节处 还是不错的 在这个位置的细节呢 就稍微操了一些 打开这个东西啊 研究了半天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往后一转 你看 就这么一种 实际上它是一个储槽啊 这样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它后面这半截 跟前面这半截呢 联系的比较松散 那这可能是一个小槽点 它在中间这里 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储格 打开之后 这还可以放点小的杂物 让我们打开这个扶手 这也有充电口和背架 总体来说 我觉得四座的版本 比五座的版本 给人的这种新鲜的体验 还是要更多一些 如果你家里没有多人口的需求 我觉得四座的版本 我会更加的推荐 极客的工程是为了追求 极简的车身一条 你知道吗 它们有多么丧心病狂吧 你看它的充电口是怎么设计的啊 它为了让这个板子的线条 跟车身的原有线条 能够高度的吻合 它甚至设置了一个单独的电机 来控制这块板子 恢复了原状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 这居然是一个充电口 在东西方面 这台车是提供单电机 和双电机的版本 分别支持输出272匹 和428匹的马力 最快零百加速 可以做到3.7秒 它是在20万级别 目前第一个能做到3.7秒加速的 一台电车了 这种电车技术的发展 将以前我们遥不可及的 那些高性能大马力已经拉到 我们普通百姓 也可以触手可及了 另外我们从这台车的静态体验来看 乘坐空间其实还OK的 就是四座体验呢 能够给到你更多新鲜的一些感受 没有门把手的设计 虽然新奇虽然好看 但是也有一些安全隐患 这台车从颜值来说 我觉得真的360度挑不出死角 我觉得这台车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适合那些对空间没有要求 但是希望能够有一个高品质的驾驶感 同时对动力性能操控 都有比较高要求的人 这台车可能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极客我们都知道这个品牌 其实它在底盘调教上的功力 一直是比较强的 包括001包括009 包括这台极客X ei 是 тако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